大家好,我们是新加坡瑞兴创意华文中心,我是宋老师。 今天,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。 故事的名字叫《狐狸的骗术》。 狐狸 狐狸 骗术 骗术 狐狸肚子饿了, 它看到松鼠在树洞里。 狐狸对松鼠说, 那边有许多松果, 真好吃! 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 树洞 树洞 松果 真好吃! 松鼠想, 狐狸不吃松果, 怎么知道松果好吃呢? 它准在骗我。 松鼠肚子饿了, 松鼠不踩它, 躲进洞 怎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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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骗 骗 骗 踩 踩 踩 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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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松鼠想, 狐狸不吃松果, 怎么知道松果好吃呢? 它准在骗我。 松鼠不踩它,躲进洞 狐狸又看见喜鹊 对喜鹊说 那边草地上有许多草莓,可甜了 你下来,我带你吃去 喜鹊 草地 草莓 甜 甜 狐狸又看见喜鹊 对喜鹊说 那边草地上有许多草莓,可甜了 你下来,我带你吃去 喜鹊想,狐狸也吃草莓 它想吃我 喜鹊飞走了 也 也 也 飞走 飞走 喜鹊想 狐狸也吃草莓 它想吃我 喜鹊飞走了 狐狐狸 狐狸饿极了 有片青蛙说 到田里 鸣虫多得 全会自己钻进你的嘴巴 我请你吃鸣虫来了 我请你吃鸣虫 饿极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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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稻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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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鸣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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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鸣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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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